台北花博即将开幕 而上海市博则是已经闭幕了 那么各个国家馆都正在进行拆除工作 其中台湾馆镇馆之宝 750公斤的玫瑰巨石 也选定了良辰及时搬移 馆长说看到这个大石头被搬走 他也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 而今天志工们依依不舍哭成了一团 保佑台湾馆搬迁工程 平安逊顺利 在王志刚的带领祈福下 世博台湾馆正式进行拆除工作 第一个就是搬迁镇馆之宝 山水新增下的玫瑰石 玫瑰石重达750公斤 原本出动了五六个人台 玫瑰石闻风不动 后来出动了十几名壮汉 才好不容易把玫瑰石给搬动了 把那边的搬动 最后那一刹那 把它搬动 放定位到这个我们的搬运箱上去的时候 我心里面也好像是一块石头放下来一样 我整个半年我觉得真的是最大的压力 就是所有的都要安全 台湾馆除了这块大石 还有巨型的球形LED荧幕 搬迁十分困难 预计整个拆除工作将长达四个月之久 明年十月会在新竹重现 主要请吴明山陆耀东上海采访报道